我叫雅雯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從事做實驗動物方面的工作 那平常就是可能只是看看paper啊 或是會上網去看一些英文的摘要啊 然後偶爾跟教授就是會寫寫信 複習這一個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因為假如說因為我寫真的很懶 我就是那種啊可能看過一遍 然後我就啊反正我都記得 就不曉得再去看 然後考試的時候就在拿出來看的時候 就大概看過一遍 可是其實感覺自己好像記得了 可是其實真的去考試的時候就發現 喔這detail太細了 根本就只是看過而已 但是其實沒有進到你的長期記憶裡面 對啊那就是用功其不備 然後這樣子一步一步度 然後每天複習複習 因為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每一堂每一堂每一堂 學習的東西都不一樣 就是幫你打的基礎也不一樣 就是一個文法解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高中畢業之後 然後我就很少再接觸文法這種東西了 那就是點進去之後發現 欸他的解說很詳細 然後他還有例句 對然後我就會發現喔 原來也可以這樣子用 對然後尤其又是他幫你講好了 你就不用自己在那邊讀 我就覺得欸還蠻不錯的 不需要在車程來回啊 然後有時間我就可以上 然後又可以學到蠻多的 加上加上口說啊 一些打字的都有加長到 然後後來再去考試的時候 就發現喔 好像進步蠻多 就是自己也想到